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迈进了三高甚至四高的群体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记住这四句话远离其中一高高血压 第一句 少点生压剂 我们都知道饮食过闲是高血压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食盐摄入过多会导致血管管腔变窄 血流阻力增加 血压升高 同时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造成排钠障碍 从而导致血压升高 中国膳食居民只能建议 普通人群每天钠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 而对于高血压人群的要求更高了 不要超过4克 想要预防高血压 找上门或者更好的控制血压 现炎就是关键 同时在买包装食品的时候 一定要看食品的配料表 选择低钠的 第二句 肥胖是降压的绊脚石 有数据显示 体重指数和血压水平成一个正相关 也就是说 体重指数越重 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就越高 也有数据显示 超重或者肥胖人群 每减重1公斤 血压可以降低1毫米广柱 同时对于男性的腰围要求不能超过85厘米 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80厘米 因为腰围一粗往往意味着腐形肥胖 高血压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加 第三句 遵医主用药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坚持用药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有效降低脑足中 心肌梗死 包括中末期肾病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一旦开始用药 一定要记住遵医主 不要道听途说 不要这种不规范的治疗 或者私自的去更换药物 避免引起血压反复 造成心脏脑肾等等这种多个把器官的损伤 第四句 午休可以平稳血压 有研究发现 午休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有效天然降血压的办法 但是时间不宜过长 最好在30分钟左右 也不宜睡的太晚 否则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最好在12点到1点左右 另外不要放下筷子就睡 尽量在擦后30分钟左右再午休 以免影响消化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并且转发给更多需要的人